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向片緝部的小星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流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真香步 再加上沙冷气 也需要订阅、分享 最主要是多点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我们今次回来讲讲 这个专企人物黄婆婆今天再献身友 是吗?很久没见了,现在又出来了 她也挺忙的,有时候去了西九裁判法院 支持47人初选案 会不会她早上去那些地方抢旗 支持手足 之后中午中午再找其他地方 继续保持抗争的热度 其实这个黄婆婆的经济收入来源从哪里来呢? 她又没有Patreon? 她没有,可能她年轻的时候 找到很多钱也不一定 又或者是在下重元 都救她有空无事出来 做一些很无谓的东西 救她吃的 那我们说一下,今天黄婆婆有盲友 时运相当之高 竟然她一到她的风采 是的 话说什么事呢? 原来黄婆婆走到政府总部外面 那边就收拾了木棉树 那些花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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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她立刻心里面就响起另一种血染的风采 就是疯癫的风 她又忽发其上 大家也知道她 她一边拿着英国旗 一边就收拾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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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看一看那棵樹又這麼高 她說什麼?我這麼高? 可以摘這些木棉花下來嗎? 你那是我的摘嗎? 會掉下來的,不是我撿的 那警察會不會冤枉她呢? 警察是冤枉不到的 木棉樹這麼高 如果這麼矮吧 不行,如果給我 我一定冤枉她,如果我是警察 你拿著英國的棋 你就是一個最好的武器 為什麼? 你把那些風吹掉了 可以嗎? 掉到地後 用來砌出了五一 警察有沒有立刻拘捕她呢? 那又沒有啊,是嗎? 是,沒有啊 完全沒有 有一次證實到 其實又不會有什麼警暴 或者有沒有什麼政治打壓 還是怎樣的 不過說到底 她砌了五一出來 從皇婆婆的角度來看 或者我們那個前設來講 她砌五一 一定是五大訴求 就缺一不可 沒有錯的 她到現在都念念不忘 真是厲害 很有衡心 她們經常有那句說話 念念不忘 別有迴響 不過 你說砌五一兩個字出來 是否要用國安法來拘捕她 會否有藍色的政治團體 或者意見 快點拘捕她 有沒有搞錯 煽動 在政府總部門口弄這些東西 有沒有搞錯 又想死灰復燃 什麼什麼的 我們就舔念她 做一個2023年版本的血染的風采 他們也說 手足流了很多血 其實砌五一 又不代表一定是五大訴求 她也說 五一勞動節不行 當然 不過 你看到你這個人 和你過往所做過的事情 你現在這個時候砌五一 就是想砌五大訴求 的說話而已 不過你可以這樣爭辯 再者 她現在 小小的熟了 再看看上面有兩個CCTV的眼睛 看到她在做什麼 再說 你說警方有沒有對她做什麼 也沒有 有沒有繞腳 把五一踢散她 或者再拍照或拍片 或者拿手扣鎖住皇婆婆 再把她的鑑身 不是拿手扣鎖住她才扯她 扯她的白頭髮 那樣拖鎖住她 公布這些 沒有 完全沒有 亦都是在陽光底下 這些完全對得住公眾 所以 經常又說有些什麼警暴 還是怎樣 我覺得某程度上 其實警方 有時候一些警務人員 他們都可憐 即是這個皇婆婆 這個豐富 幾二十歲人 還要拿著英國國旗 又不去英國 你這麼喜歡 扯英國國旗 是啊 就是了 不過她長期都是這樣 她現在已經學精了不少了 你看她好像今次 她是不會帶自己的雜物 就是在地上 撿一些木棉花在那裡砌 那你又不可以進去 連亂拋垃圾的告票 都遞不到給她 那時候才糟糕 就像這種所謂的 柔性的 他們所說的抗爭手法 我認為是更難搞 如果一個是這樣 兩個是這樣 其實就很麻煩 搞著別人 在那裡騷擾 他們這些行為 真的騷擾 那還有 如果發現她這樣弄了個五一 都可以叫清潔工人 來清照她 不可以弄了五一 政治打壓可恥 你拼個五一出來就五一而已 如果不懂得看 就只會看到有一棟 還有一粒東西 看不到 或者不懂得欣賞 就是垃圾 到時候都要清掉 你沒理由當作連儂牆 貼了就不能拆 保護她 又說通宵 24小時分幾間 來守護連儂牆 當然 黃婆婆弄了這個出來 亦都沒有特別是甚麼 叫記者來 或者拍下相片 拍完相片 再放在Facebook IG 有暫時不覺這些 就是放這些來黑錢 其實是不是一個真心交呢 是不是真心交呢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也是 但是你又可以內句什麼何呢 一個婆婆 不停地做一些很無謂的事情 而且你看得到的 沒有人聲援她 就是她自己一個人在做 可以怎樣對付她 看來她又不是像 那些賤婦要送她進青山 就只能勸離她 好像現在警察在做的事情 叫她離開 不要再搞好事了 就這樣而已 下次就是這樣了 也很感謝芒友拍的相片 這張拍得不錯 就是透過樹枝的洞裡 看到政府總部這幾隻字 如果你說 有什麼警察城市 又或者武官治港 即是說到這些 你記住 裡面那是李家超 是不是 不是林鄭月娥 又說有什麼鄧炳強 什麼武官治港 簡直吧 應該上面有追擊手 最棘手 最棘手 他都還沒砌 還讓你慢慢砌五一 你看五字 你看五字砌得多漂亮 是呀 砌五一 拿你進來砌 砌低你 你想想 可以現在 在政府總部招牌的前面 砌五一 第一 他在行黑 行黑應該不可以 你說這樣 慢慢被砌 撿完就砌 你記住 撿完砌 砌完就要清招附近的垃圾 再要跟著警方才來到 可能警方透過剛才那兩隻眼睛 看到他在那裡 誰來的 他在砌什麼 不用說那麼多 看到英國旗 還有那個鴨仔姐 還是王婆婆的一身招牌打扮 還沒見奇人 只是看到他的旗 已經夠嚇一跳 是啊 他一向都嚇人 由此可見 我們看到照片都知道 你說那些謠言 又說到什麼香港很黑暗 甚至很恐怖 完全不是 我看到王婆婆 弄五一出來 警方又沒有什麼 也沒有說要叫衝鋒車 來載他走 甚至乎 沒有叫他們口中 什麼黨媒密媒 走出來一起狂拍王婆婆 甚至乎 再好像他們所說 叫那些Nancy 記得嗎 那些男士的年輕人 在中環那次 王婆婆舉白紙 一手就搶了那張白紙 然後王婆婆就 搶了那張白紙 王婆婆就自己插碎 後腦就自己撞在磚牆 又撞上救護車 相當之命硬 這條命太硬 這個豐腐 不過不要緊 現在我們看到 警方都沒有什麼 阿Sir也好 Madam也好 只不過叫你 阿婆好走 不要再在這裏搞了 即是去到政府總部門口 都可以做到五一 那些人 還有Mosso 記得嗎 他們說 又不讓我們遊行 又不讓我們這樣 又不讓你們說話 又是否害怕了我們 又要求我們回去 國安處裡聊聊天 聊了幾次 又說很害怕 還是怎樣 取消這個 什麼暴力囤火 還是什麼 今次見到 王婆婆 王婆婆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他這個血染的風采 其實間接地曲線 就幫助了警方 甚至乎特區政府 澄清了是沒有警暴 即使沒有暴政 只有暴徒 就是真的 我們今次不如說到這裏 好嗎 好 再一次多謝 汪友仔的報料 拜拜 拜拜 拜拜